女人刀法出奇精湛 菜刀一丢就把蟑螂钉死在墙上 谁能想到一个猪肉店老板娘 长相非常好看 当地人索性给她起个代号叫西施 每天猪肉店还没开门 门口就已经排起了长队 西施一出现 大家就纷纷涌上去 一双双眼睛肆无忌惮的 在西施身上游荡 被女娃宠爱的脸庞 凹凸有志的身材 别说男人喜欢看了 女人看到都直接喊老婆 男警攀安也不意外 本来只是路过 就对西施一见钟情 就来猪肉店里照顾生意 只为了和西施探讨人生哲学 一个离奇的杀人案 打破了潘安平静的生活 一家酒店发现了一具尸体 经过尸检分析 死者生前处于放松状态 动脉是被利器割断的 通过观察伤口 可以得知凶手下手很轻 这非常考验凶手的刀法 还有作案凶器必须非常锋利 而凶手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想让死者 活活失血过多而亡 让肉体和精神都备受折磨 潘安开始对案件进行测血 死者生前放松地躺在床上 色眯眯地看着眼前的人 只见那人将高跟鞋踩在床上 露出一条腿 接着那人拿出绳子 把死者手绑住 然后把脚也固定住 还给死者戴上眼罩 死者已经浴火焚烧极不可耐 那人用小腿压住死者脖子 接着快速掏出锋利的匕首 依次划破四肢动脉 瞬间床上涌起了鲜红的喷泉 男人痛苦地挣扎着 渐渐没了动静 与此同时 警方在另一间酒店里 又发现死者二号 生前也是动脉被切断 凶手的作案手法一模一样 结合这两起命案 可以推断出是同一个人所为 不仅如此 对两名死者身份进行调查发现 他们都是同一家医院的医生 根据目前的线索 潘安首先锁定了其中一位嫌疑人 死者二号的女闺蜜 可女闺蜜却说 和死者二号在酒店聊完工作之后 她就已经离开了 后面还在手机上聊了天 显而易见 女闺蜜根本没有作案时间 她又不在场证明 但女闺蜜给出了一条重要线索 两位死者不仅是认识 还是关系铁的好兄弟 和另一个人是铁三角 那个人就是医院的院长 潘安敏锐地察觉到 事情似乎并不简单 推断凶手的下一个目标 可能就是院长 但手头线索太少了 为了获取更多有效信息 警方找到了医院里的清洁大妈 你可千万不要小瞧大妈 他们可是医院最顶尖的情报网 手里掌握着许多不为人知的信息 但毕竟痴人嘴短 大妈偷偷和潘安透露情报 结果越说越来劲 爆出了一个见光死的秘密 男医生解开女孩的衣服 女孩却动弹不得 只能流下眼泪 床上一番晃动后 医生走了出来 换另一个医生二号进去 医生二号猥琐地摘下口罩 再一次伤害了女孩 接着院长也要奋一杯羹 来到女孩床前 女孩在此之前 不幸遭遇车祸昏迷不醒 被送来医院抢救 几个人面受薪的医生 看到伤者第一时间不是想着救治 而是动了歪心思 然后到了晚上 三个医生聚在一起密谋 决定把女孩全身麻醉 对她动手 可他们不知道 女孩其实亦是清醒 她满含泪水 忍受这三人带给她的屈辱 还记住了这些人的声音 潘安得知这个消息 立刻从这名女孩入手 警方开始调查医院这几年来 所有打过全身麻醉的女孩 经过重重筛选 终于找到了这名女孩 她就是当今顶流演员 貂蝉 潘安把貂蝉传唤到审讯室 刚一靠近 就从她身上闻到奇怪的味道 这让她想起几天前 她去西施猪肉店里 迎面而来一位老奶奶 她身上的味道直冲潘安天灵盖 莫非这两人有什么联系 潘安也没继续深思 而是向貂蝉提起十年前的事情 可貂蝉却神情自若 就给出了三个字 不知道 这明眼人也看得出来 她并不想让这件事情闹得人尽皆知 还说要请律师 她是女明星 不可以抛头露面的 无奈之下 潘安只能选择从院长这边入手 院长不但不承认 伤害过十年前的女孩 还表示和两名死者一点都不熟 但她神情紧张 瞎子都能感觉到她有所隐瞒 潘安健壮也没打算逼问 让院长最近居家办公 能不出来就别出来 凶手应该会在近期找她 可这院长全然把潘安的话当耳边疯 晚上就来到酒吧里玩耍 左拥右抱着美女们 笑容特别灿烂 这一刻她就是阳光开朗大男孩 这可让潘安头疼得要命 赶紧也跟着来到酒吧 四处巡逻寻找可疑身影 也就在这时 看到一名戴着半张面具的女人 从她身旁走过 紧接着不慎撞到了酒保 女人身上掉下一把匕首 潘安立马看出这匕首 符合前几次命案的凶器特征 对女人穷追不舍 可这女人身轻如燕动作敏捷 一个滑铲修一下逃离了现场 潘安没能跟上 只能拿着匕首 来到了刀铺 从专家口中得知 这匕首一般见不到 都是专门拿来杀猪的 一说到猪 潘安就想到了西施 想来好久没见面了 忍不住想他 又来到了猪肉店里 当他看到墙上挂满的刀具 他很难不把凶手和西施连想在一起 但没有足够证据 再加上西施是他的女神 他打消了这个念头 可就在第二天 凶手再一次袭击院长 不仅没有得手 还被院长伤了大腿 怪不得院长还赶出去玩 还是有点实力的 潘安得知这个消息后 来到猪肉店里 发现西施正一蹶一拐地走着 再加上之前无意冒出的想法 他决定 和西施一起吃苹果 两人还不停地眼神交流 潘安再也忍不住了 将西施扑倒在桌上 女人被压在桌子上用力反抗 可男人丝毫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一把扯开他的裙子 发现女人大腿上缠着纱布 这也证实了男人的想法 女人就是两起命案的凶手 可潘安于心不忍 西施是他的女神 他已经迷倒在西施的石榴裙下 两人此时的氛围略显暧昧 眼神交融下 直接亲了起来 与此同时 院长被一个黑衣人带走 装进了车里 随后便失踪了 等院长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被五花大绑在架子上 看到眼前走来的老奶奶 拼命求救 老奶奶并不理会 而是身后的黑衣人冲了过来 拔出刀将院长四肢动脉切断 不仅如此 老奶奶还拿拐杖去戳院长当部 凑到他耳旁说了句话 这正是十年前 他在貂蝉打了麻醉后所说的话 院长还没反应过来 老奶奶就把他裤子扒了下来 转身离去 随后一条狼狗冲了进来 对着院长当部直接开药 院长惨叫声充斥着整个棚子 老奶奶走出棚子 居然把脸皮扯了下来 里面是一张年轻的脸庞 原来老奶奶就是貂蝉 他如释重负 之所以努力成为顶流 是因为想借机接触院长 经过试验 确认院长就是当年伤害他的人 等潘安赶到现场时 院长已经凉透了 可法医却表示 这次的凶手是个左撇子 难道凶手不止一个人 就在潘安疑惑的时候 电视上播放着老人庄的貂蝉 他想到猪肉店门口曾见过他 他身上的味道 和当时在审讯室里貂蝉的味道 一模一样 他意识到貂蝉就是用这个方法 避开了警方的调查 和西施接触合作消灭目标 可貂蝉如今在他国 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而西施昨晚和自己一起 也根本没有作案机会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 还有一个凶手 他赶紧和上司汇报 可上司却把他当作笑话 还嘲讽他办事没能力 无奈之下他只能自行查案 回到猪肉店却发现西施失踪了 破案刻不容缓 他再一次传唤貂蝉 就在和他交谈的时候 上司打断了潘安 还说领导们要求放了貂蝉 明显大家就是为了保住饭碗 不敢招惹他 却可把潘安气坏了 不久 在另一个城市又发生了相同的命案 死者是一位中间商 他专门将女性卖给黑帮 十足的恶人 潘安得知后立刻赶往案发地点 终于在那找到了西施 西施也不隐藏了 和潘安决战 毕竟男女力量悬殊 西施被潘安打趴在地 可是潘安早已坠入爱河 他根本下不去手 也明白西施处理的都是恶人 再加上对警局领导们的失望 潘安选择了离职 与西施幸福的生活 隔天他无意翻开西施的相册 在里面看到了西施的双胞胎妹妹 终于明白为什么第三起命案 凶手是个左撇子了 而西施又有不在场证明 原来是妹妹出的手 可这一切已经不重要了 她已不再是警察 也支持西施他们替天行道 法律不能惩戒有权有势的恶人 只有屠夫小姐才能将他们消灭 影片中的选题很新颖 就如同这句名言 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丝式的脸 变换无常 随时可呈不同形状 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 屠夫小姐以自己的方式 贯彻着心中的正义 宣扬着女性与自由 一丝不挂的女人被关在狗笼里 忍受着男人给她吃冷水 被水枪的不停咳嗽 房东说她风骚就该洗洗 接着放太妍出狗笼 穿上她精心准备的吊带 还端来插着三根蜡烛的蛋糕 要庆祝这个时刻 房东开心地说 你是我的第三个女人 意味着前两名都已经领盒饭了 只要太妍听话 就不会死 几天前 太妍和男朋友到郊外旅游 和一个路人吵架 搞得一肚子火 接着姐姐珍妮又打电话问她在哪 太妍嫌珍妮管东管西 不耐烦地把电话给挂了 随后和男朋友来到饭店歇脚 却感觉房东一直在盯着她 感觉不舒服 闪到一边给姐姐回电话 跟她说晚点就回去 房东找到男朋友 说腰扭伤了能不能帮忙搬东西 男朋友欣然同意 就在她转身去搬重物时 房东突然从身后拿钢丝勒住她脖子 等太妍回来时 发现男朋友脖子一直流血 还被房东拿铁锹打死 太妍害怕急了 转身逃跑 却被狗拦住了去路 接着被房东迷晕 随后拖走 等太妍醒来 已经被关进了狗笼里 蜷缩在一边害怕地看着房东 在房东的威胁下 乖乖爬到了她旁边 房东一把拽过太妍的手 塞了一盒火柴 随后转身离开 无视太妍的嘶吼 拉下了电闸 整个地下室陷入黑暗 太妍点燃了火柴 低头一看 一只大耗子在她面前 她害怕地叫出了声 地下室灯光再次亮起 刺得太妍睁不开眼 房东提着篮子走了进来 太妍遭受一整夜的黑暗恐惧 精神状态已经崩溃 房东看到她一旁的尿 笑她像条狗 让她把衣服脱了 太妍犹豫了 房东说不脱就继续待里面 太妍不得不从 把拉链拉开 脱下衣服 接着房东不停用冷水自她 终于把狗笼打开 太妍绷不住哭了出来 房东回到自己房间 换了件花衬衫 理了一下头发 接着点亮蛋糕上的蜡烛 让太妍吹灭 然后开心的鼓掌 说太妍是她的第三个女人 太妍瞬间瞳孔放大 害怕地看前两根蜡烛 房东说只要听话 太妍就可以好好的 问她敢不敢动 太妍当然不敢动 房东心情大好 决定唱最拿手的歌庆祝一下 还说她因为长得丑 才没当上歌手 接着她打开灯球 放入磁带 拿起了麦克风 用公压嗓唱起了荷糖月色 唱得起劲时 太妍忍不住咳了一声 房东怒气飙升 把音乐关掉 骂太妍嘲笑她 接着抓太妍头发 把她扔床上 用力掐着她脖子 还没等她闯过气 让她像狗一样趴着 随即拿起一坨奶油 拍在两腿间 接着伤害了她 夸她比上一个女人好 女人被绑了起来 男人一边戴起手套 一边说她这条狗 居然咬主人 说完拿起钳子 活生生把太妍牙齿 全部拔了下来 太妍疼得全身扭曲 事后 房东拿酒精 清理腿间的伤口 痛得面不猙獰 就在这时 珍妮来到了饭店 想找房东 却不见人影 于是四处寻找 来到了仓库 此时太妍听到动静 试图求救 可发不出声 珍妮没有察觉 异常便离开了 转身撞上了房东 房东对珍妮起了色心 却得知 她是来找失踪的太妍 神色慌张 引起了珍妮注意 在此之前 太妍和她抱贝 来郊外饭店吃饭 晚上就回去 可失联了好几天 珍妮到警局报案 可老警察说证据不足 不同意立案调查 新人南警看不过去 可又人为言轻 只能给珍妮一张明天 有问题的话可以联系她 珍妮报案 无果只能来到郊外寻找 走街串巷询问住户 纷纷表示没见过太妍 想起太妍说的饭店 便赶了过来 如今房东的异常表现 加上一个路人说 曾在这见过她 珍妮确信太妍 一定是被房东绑架了 又来到警局报案 苦苦恳求老警察 加上南警担保 老警察无奈同意前往调查 路上从老警察口中得知 房东看上去是个老实人 几年前老婆跑了之后 就没有再结婚了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他们来到饭店想调查 房东一脸不情愿 但不能拒绝 南警和珍妮进入仓库后 发现了地下室 却没看见地上有颗牙齿 一无所获的珍妮 只能和警察离开 殊不知 太妍就被房东 放在仓库旁边的绞肉机里 房东按下开关 绞肉机开始运作 太妍痛苦不堪 一点点被眷了进去 鲜血不停向四处喷剑 事后被做成饲料 撒给了鸡吃下 珍妮准备起身回首尔 想着妹妹说不定 已经在家等她了 就在离开时遇到了房东 显而易见 珍妮是房东的下一个目标 房东骗她说 看到了太妍的项链 项链现在在家里 珍妮立刻跟着房东回去 第二天 南警接到电话 对方称在一辆 被砸的银色轿车里 发现了她的名片 所以联系了她 此时路人再次登场 说看到珍妮并没有回首尔 南警得知珍妮可能出事 立刻前往查看轿车 确认是珍妮的车 目击证人说开车的是个男人 南警察绝不对劲 夜晚来到了仓库外 拿着手电筒走了进去 而珍妮此时嘴巴被胶带粘着 手脚被绳子束缚 无法挣脱 房东走了过来 撕开了胶带 珍妮问太妍在哪 房东拿出了太妍的项链 笑嘻嘻地说 太妍已经被她杀了 珍妮悲痛欲绝 扬言要杀了房东 房东嫌她吵 又把她嘴黏上 说对珍妮一见钟情 随即开始对珍妮动手动脚 男人把手伸进女人衣服抚摸 说她比死掉的妹妹更柔软细腻 珍妮手脚被束缚无法动弹 她恨不得把房东碎尸万段 被囚禁了3650天的珍妮 没有上过厕所 房东表示敬佩 让珍妮别抵抗了 和她一起幸福地生活 珍妮不为所动 接着房东闻了一下她身上的味道 都发臭了 让她明天洗个澡换新衣服 到了明天 珍妮就会求着房东别离开她 房东拍了拍珍妮的脸 转身准备离开 珍妮眼神突然发狠 悄悄松开绳子 结果房东停了下来 她赶紧停下动作 房东回头乐呵呵地说 给珍妮准备了紫色的内衣 说完转身离开 珍妮迅速松开绳子 从床上坐起身来 拿起准备好的小刀 冲向房东 房东立马闪躲 刀扎穿了她的手 结果力量悬殊 房东抓着珍妮头 把她扔到架子上 珍妮痛得起不来 房东把刀拔下 挑衅珍妮这种烂货杀不死她 接着不停用脚踹她肚子 珍妮痛得晕了过去 房东气愤地离开地下室 发现狗死了 回头一看 是邻居 邻居说地下室发生的她都看见了 原来在此之前 珍妮曾向邻居打听过妹妹下落 邻居寄住了她的车 结果晚上看见房东开走了她的车 就知道房东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不想被告发的话 就把她那块升值的地产交出来 而且邻居已经准备好了所有文件 就等房东乖乖签字 房东签完后却没有给邻居 而是要和她做交易 条件就是把珍妮杀了 房东带着邻居绕到仓库后面 被一旁的男警发现 男警赶紧走进仓库 发现门被上锁 他只能找工具撬开 这时邻居在点烟 房东悄悄拿起菜刀 邻居一回头 便被砍死 刀直接插在了脑门上 而男警顺利撬开了门 悄悄走了进去 发现了珍妮 赶紧给她松绑 珍妮崩溃地说房东杀了妹妹 回头一看 房东拿着斧头走了进来 男警还没来得及掏枪 便被房东砍中了头颅 血流不止 瞬间倒地不起 珍妮害怕地连连向后退 房东抡起斧头朝她砍去 珍妮赶紧亮亮呛呛爬起身逃跑 房东步步紧逼 从地下室一路追上来 珍妮反手把门关上 房东不停用斧头砸门 她趁机跑出去躲了起来 这时门被房东砸得稀巴烂 伸手把门打开 冲了出去 珍妮躲在一旁有了想法 等到房东冲出路边时 身后的仓库突然亮了起来 房东察觉异常 拿起斧头赶了回来 她四处寻找珍妮 逐渐有了脾气 问珍妮你在哪 正常人怎么会回答呢 好家伙 珍妮直接蹦到她面前 大喊我在这 房东惊喜回头 珍妮拿着手枪对准她 房东不屑一笑 无视珍妮威胁 小样 就凭你也配指示我 老子杀过的人比你吃的饭都多 说完挥起斧头 珍妮赶紧开枪 结果没打中 房东嚣张地向珍妮挥斧头 还把枪踹掉 随即继续砍她 结果斧头被木头卡住了 珍妮趁机连滚带爬 捡起了枪 把房东一枪打倒 房东夸她干得漂亮 珍妮赶紧问妹妹尸体在哪 房东神气地说 她把太盐放进了绞肉机 切碎了整个身体 说到这 房东还在沾沾自喜 告诉珍妮 当时她来找妹妹 其实妹妹就在这里 还活着 珍妮伤心欲绝 房东还不忘再插一嘴 因为珍妮步步紧逼 她才杀了妹妹 四手五入就是珍妮杀了妹妹 珍妮彻底崩溃 把子弹全打房东身上 还把眼睛射穿 最后 律师说珍妮属于正当防卫 但是后面做的事情 应该是精神问题 珍妮问什么事情 律师说 你杀死房东后 把她尸体丢进了绞肉机里 珍妮眼神凶狠 杀房东的时候 确实精神恍惚 但是把她丢绞肉机里 当时无比清醒 而且再来一次 她还是会这么做 女孩躲在床底 眼睁睁看着父亲 被男人刺穿胸膛 倒在自己面前 她悲痛欲绝 父亲看着女儿稚嫩的脸庞 突然被对方用铁锤砸头 鲜血溅在绣炎脸上 父亲被拖走后 男人又折了回来 坐在床上晃着手里的铁锤 正好碰到了秀妍的脸 此时对方停下动作 秀妍松了口气 突然那人低下头 直勾勾地盯着她 等秀妍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在车里 她趁男人不注意 赶紧下车逃跑 却被男人立马抓住 她张开手掌 把截指另一面转过来 用力甩了秀妍一巴掌 秀妍不服气地盯着她 可她却无力反抗 被送给一个猥琐男 猥琐男刚靠近 突然感觉身后有人 迅速拿出枪 缓缓走过去看 一个黑影闪现过来 直接把她撂倒 枪掉到了秀妍脚边 猥琐男拼命求饶 黑影大叔强行为何犯 这时突然响起枪声 大叔赶紧回头看 身后准备偷袭她的人迹了 原来是秀妍救了她 大叔收留了秀妍 训练她组装手枪 和对方拼手速 谁先拿枪干掉对方谁赢 而秀妍动作敏捷 很快就完成了 却迟迟下不去手 对方可不管她心慈手软 赶紧组装好枪 准备毙了秀妍 结果被大叔迅速放倒了 秀妍还没反应过来 大叔便说 今天你已经死了 以后就为我而活吧 秀妍长大后 第一件事就是 找当初的杀父仇人报仇 但将还是老的辣 秀妍被她下了套 男人把她绑在椅子上 嘲讽妍真可怜 还表示她并不是秀妍的杀父仇人 这让秀妍猛了 不是她还能是谁呢 就在这时 大叔赶来救她 迅速把众人放倒 男人瞪大双眼看着她 像是在说怎么是你 大叔赶紧开了两枪 看着男人倒下后 露出一副让人费解的表情 难道大叔和男人有什么关系吗 回家的路上 大叔看中了一条简易的婚纱 送给了秀妍 两人在河边举办了婚礼 新婚晚上 两人吃着烛光晚餐 大叔说要和秀妍平凡地生活下去 秀妍开心地笑着 就在此时 大叔接到一通电话 得知兄弟遇难匆匆离开 留下了秀妍一人 谁知这却成了最后一面 第二天 兄弟告诉了秀妍大叔的死讯 他是去帮秀妍报仇牺牲的 秀妍悲痛万分 只身一人冲入敌营 一路过关斩将 整层楼的男人都不是她的对手 等她到达顶层 发现一堆胸毛大汉正等着她 秀妍没有停下脚步 继续开干 接连放倒好几个戏狗 突然被猛男抓着头发撞在镜子上 但秀妍此刻已经杀红了眼 拿起哑铃猛砸她的膝盖 接着给她来个上勾拳 迅速跳到猛男肩上 用粗绳绑住她脖子 然后朝着玻璃奋力一跃 随着碎片冲到外面 靠重力活活勒死最后一个敌人 秀妍精疲力尽地落在地上 此时被警方重重包围 本该沦为阶下囚的她 因为出色的身手 被国家特务组织的大姐头看中 这所监狱居然还有整容业务 女人在昏迷时被强制推上手术台 等她醒来时 发现这所监狱原来是情报组织 抓来的人会被改造成特务 她不愿妥协疯狂逃窜 随便打开一个房间 里面竟是一群人优美地跳着芭蕾 她以为自己出唤叫了 赶紧跑到另一个房间 这里面居然在交厨艺 正当秀妍傻眼时 短发妹一脚绊倒了她 笑她像个二愣子 此时监狱工作人员冲了过来 结果被秀妍快速撂倒 还被当成人质 这时两人穿过格格不入的走廊 来到了话剧舞台上 这再一次刷新了秀妍三观 她赶紧离开现场 来到化妆间 里面的人把她当作空气 秀妍忍无可忍 逼问人质出口在哪 这时白衣女好心地给秀妍开了暗门 秀妍出来后傻眼了 这里是一片荒芜 白衣女为博取秀妍信任 从屋顶上跳了下去 秀妍剑没有异常 跟着跳了下来 突然在半空被白衣女一枪打倒 这一切都在她们的掌控之中 被抓回来的秀妍彻底粘了 白衣女正是这里的大姐头 她说可以让秀妍起死回生 你要让孩子跟着你死吗 为了孩子好好活下去 听完后秀妍满眼通红 而这一切都被监控着 一个帅哥默默地注视着她 秀妍抱着手里的臂超图 忍不住哭了出来 为了孩子 她接受组织的训练 必须要有一门拿手活 任务中要伪装身份 可秀妍做饭难吃 化妆又一窍不通 幸好对话剧有了兴趣 当她在舞台上表演时 下一秒羊水破了 孩子顺利出声 大姐头露出了姨母笑 而帅哥看着监控里的秀妍 也是一脸吃笑 偷偷跑来房间里看孩子 结果手足无措地抱着 而在剑术课上 自视清高的短发妹 不停地挑衅秀妍 结果两下就被秀妍撂倒了 在和短发妹比拼组装手枪时 人家才刚拿起来 秀妍就已经装好了 她已经不再是当年心慈手软的女孩了 直接给短发妹来了一枪 短发妹猝不及防倒在地上 幸好穿了防弹衣 表现非常优异的秀妍 可以进入社会执行任务了 当她搬来公寓后 和前来搭讪的帅哥相识 其实帅哥是秀妍的监视人 但秀妍并不知情 在日复一日相处下 发现帅哥温柔体贴 善解人意 总是在秀妍需要帮助的时候出现 帮她拦公交 一起逛超市 下雨天接秀妍回家 在女儿的神柱宫下 两人决定举办婚礼 而这一天 秀妍接到大姐头下达的新任务 就是拘杀一个组织头头 婚礼这天 秀妍身穿洁白婚纱 利落地从马桶盖子里取出狙击枪 戴好耳机 组装好枪后 站在椅子上 将枪头探出通风口 眼睛盯着八倍镜 发现目标后准备开枪 就在扣下扳机时 看到目标的脸 那一刻她傻眼了 新娘在婚礼当天躲厕所玩狙击枪 就在扣下扳机时 发现目标居然是死去的前夫哥 慌乱下她射偏了 狙杀任务失败 她本想找大姐头追问目标身份 眼看婚礼要开始 秀妍只能把枪拆下放回马桶 可因为短发妹清理不到位 痕迹遗留了下来 被前夫哥发现 事后 大姐头让秀妍必须杀了前夫哥 否则她会失去家人 秀妍认为大姐头这是在威胁 开始与组织有了隔阂 可殊不知这是忠告 就在这天 秀妍收到了前夫哥记的录音 她巧妙避开了监控 来到网吧听录音内容 得知现任老公 原来是组织派来的监视人 连和她结婚都是幌子 她伤心欲绝 回到家后 现任依旧没有坦诚相待 她彻底死心了 这时前夫哥跑来捡漏 带秀妍去把女儿接走 可刚到楼下 就看到现任抱着女儿 从阳台乍飞下来 她赶紧跑上去接 可根本来不及 两人死在了自己眼前 秀妍再一次失去了希望 想起大姐头的威胁 找到她准备报仇 可大姐头却说 你被前夫哥骗了 还放了监控视频 秀妍得知前夫哥就是自己的杀父仇人 当初假死料定她一定会报仇 送她进敌营 是打算让她死在里面 如今知道女儿是她亲骨肉 依旧要下死手 而现任才是真正爱她的男人 刚准备抱女儿逃走 就被炸弹炸飞出去 秀妍再也绷不住了 愤怒地把监控视频打掉 她一直以为现任在利用她 从大姐头这得知 现任在结婚前找过大姐头 希望可以真结婚 她真心爱着秀妍 不想让秀妍继续过这样的生活 秀妍因为前夫哥 失去了一生中最爱她的三个人 父亲 女儿 现任 她决定要了结这一切 开车笔直冲进敌营 敌人靠近车查看情况 被早已躲在一旁的秀妍打倒 接着纷争开始 秀妍接连把几个小弟打趴 敌人赶紧撤退 她灵活地更换弹甲 追了上去 找到了罪魁祸首前夫哥 秀妍还是抱有一丝希望 问她有没有爱过 前夫哥无奈回答 爱过 但是我杀了你吧 所以不能继续爱了 秀妍听后犹豫了 可前夫哥笑了 你就是想听这样的话对吧 其实你怎么样都无所谓 反正是我培养出来的棋子 一直被耍得秀妍彻底木了 和前夫哥决裂 厮杀起来 两人实力相当不愤伯众 秀妍抱着前夫哥一跃冲向玻璃 两人齐刷刷掉下来抓着空调外机 秀妍一看 你什么档次 和我抓一样的东西 抓着前夫哥摔在了车上 前夫哥见她凶得要命赶紧逃跑 秀妍见状一蹶一拐冲了上去 结果被车撞倒 前夫哥见状 开着公交车撵了过来 秀妍赶紧滚到一边 抢了辆车把挡风玻璃掀掉 拿水瓶压着油门 然后坐在车头打方向盘 不要命的追公交车 提着斧头扑了上去 这可把一车老爷们吓坏了 秀妍一脚灯碎玻璃冲了进去 和前夫哥又打了起来 过来劝驾的都被丢了出去 还把司机给打倒了 下一秒公交车翻了过来 摔在地上 秀妍就像打不死的小强一样 又站了起来 前夫哥累坏了 坐在一边 哼起了杀秀妍爸爸时的哥 秀妍满含泪水 使出浑身力气 抡起斧头把前夫哥送下地狱 女人脱下胖刺丢在桌上 眼镜书接过仔细查看 而她之所以这么做 是怀疑女人出老千 此时的他们正在进行一场 不同寻常的赌局 为了防止在场的人打牌出老千 所有人必须脱光衣服 这已经不只是赌钱了 还要赌上性命 如此苛刻的条件 谁才能成为最后的赢家呢 阿泰从小就爱赌 而是赌玩具大了就赌钱 只要有人和她玩牌 必然都会输到裤衩都没有 发小这天和她打牌 一下就连输好几局 发小不甘心 准备接着来 突然一只脚踩她脸上 阿泰顺着脚往上看 发现是大美女那美 那美正跟发小说 哥哥什么时候能找份正经工作 察觉到阿泰色咪咪的眼神 满脸不屑地走了出去 接着阿泰已上厕所为由 出来想跟那美搭讪 刚接近晒着衣服的那美 结果她突然装出被飞里的样子 阿泰还没反应过来 发小直接朝她来个飞毛腿 可阿泰回家路上 那美帝回眸一笑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她又找到那美 和她说准备去首尔赚钱 让她准备好嫁衣 等她有钱立马回来娶她 那美被纯爱战神打动了 后来阿泰到首尔积累社会经验 通过表哥介绍 成功在赌场当起了服务员 还混得有模有样 这天 赌场的出签手有失矿工了 老板会眼十珠 一眼就看出阿泰是出签高手 自然而然的 阿泰接手了这份工作 果不其然 阿泰凭借着高超的出签手法 把赌客们赢得哭爹喊娘 不停创下优秀的业绩 老板开心极了 分给阿泰一大笔奖金 从此阿泰混得风生水起 干起了出签手的全职 是一位富可敌国的寡妇 谁都想宰她一笔 而阿泰的颜值和技术 引起了寡妇的注意 这天寡妇来到阿泰家里打牌 在酒精的作用下 寡妇有意无意地拨弄着眉腿 阿泰恍惚间看成了难美 寡妇无处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成功斩获了单纯的阿泰 两人这晚从交流排挤 到深入地探讨人生哲理 阿泰成了寡妇的护花使者 第二天 濒临破产的老板 决定要狠狠地宰寡妇一笔 让大伙先让几局给寡妇 等她飘了 在最后一局赌珠压到最大 把寡妇棺材本都赢过来 但如果失败的话 那么老板就彻底破产了 可如今阿泰作为纯爱战神 怎么可以让女人受到伤害 私下和寡妇说以后不要再来赌场了 此后很久 赌场都没看见寡妇身影 众人都以为寡妇已经卷钱跑路 可就在这天 老板让阿泰去屋里招呼赌客 赌客正是寡妇 阿泰顿时傻眼了 无奈只能按照老板计划行事 可到了最后一局 众人愣在原地 屋子里充斥着寡妇的笑声 很显然 寡妇把赌场的钱全引走了 阿泰瞬间明白 寡妇装成小白鼠骗了所有人 包括阿泰自己 为了挽救赌场 阿泰和表哥找到眼镜书 都说眼镜书的钱非常好骗 阿泰信心满满准备开单 可眼镜书却说 等他妞到了再打 此时一个女人走了进来 阿泰愣在原地 对方正是初恋女神纳美 看着眼镜书明目张胆地开油 阿泰心里五味杂陈 眼前人已非比识人 他把火气全撒眼镜书上 眼镜书接着疯狂连贵 殊不知阿泰已经入套 眼镜书让纳美去开窗户 阿泰看着纳美胖子挪不开眼 纳美发觉后说 偷看女人胖子会遭报应的 果然在接下来 局势逆转 阿泰不断连贵 输了5000亿美元 被迫签了欠条 夜晚 阿泰突然被一群人抓住 不仅被暴打一顿 手还被车门猛加变形 等阿泰醒来 发现自己在昏暗的地下室里 低头一看 肾被挖了一个 脚还被靠住了 眼镜书走了进来 嚣张地说下个月还不上前 就把阿泰眼角膜给取下来 一夜跌入谷底的阿泰 沦落到吃别人的剩饭 样子非常的狼狈 而此时一个人影接近 来者居然是纳美 并且在纳美口中得知 他变得如此狼狈 都是表哥害的 女人的胖刺不能偷看 不然一定会遭报应 偷看胖刺的阿泰 如今和流浪狗一样 就是因为表哥和眼镜书串通一气 背叛了他 而自己像个白痴对表哥深信不疑 从那眉口中得知一切的他 气得把桌上的碗都掀掉了 起身就要去找表哥算账 那没把他拦下 冲动只会让他连命都没了 给了他一大袋钱 让他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本来以出千为傲的阿泰 在一个小读场里 出千却立刻被无名小卒抓住 就在此时 一个大叔帮他解围 阿泰立马觉得大叔好牛 赶紧追上大叔 要拜他为师 还没等大叔反应过来 刚刚的赌客看见两人呆一块 咬死他们是一伙的出老千 大叔百口莫辩 阿泰还故意放五百万在大叔手里 坐实众人猜想 眼看他们要冲上来揍人 大叔被迫和阿泰一路逃亡 在此之后两人一起生活 意外得知大叔居然是舅舅的好友 而阿泰舅舅是上一代赌神 阿泰称大叔是影视高手 要拜师 大叔拒绝了 说影视高手都会因为徒弟而死 阿泰却说如果死了他会报仇 阿泰成功拜大叔为师 还被带到各种赌场上实地学习 一张做了小记号的牌 都能被师父立刻看出 下一秒师父借对方打火机 眼疾手快把那牌拿走了 接着师父还装模作样 说牌少了大家一起找一下 顺势让阿泰买副新牌 阿泰问师父需要藏牌的话 该怎么办 师父说当然是吃掉了 阿泰傻了 牌那么硬咋吃 师父笑笑不说话 两人日子渐渐好了起来 就在这天回家的时候 阿泰意外看到了被围殴的表哥 愤怒地朝表哥冲了上去 表哥立马认怂 阿泰怎么也没想到 当初赌场倒闭 老板破产 其实是寡妇和表哥的手笔 阿泰从始至终就是个替罪羊 阿泰虽然恨 但他不再心高气傲学会了忍耐 转身打算离去 可表哥又说个消息 纳美因为当初帮了阿泰 被卖到一个赌场里了 阿泰马不停蹄地赶了过去 好巧不巧 这家赌场小老板与他有过节 当初阿泰还在乡下 一天晚上去赌场找爷爷 发现有人在向爷爷讨债 爷爷赌博欠了一屁股债 但根本没钱还 阿泰为了保护爷爷 跟小老板打了起来 结果却意外刺伤了他 小老板一眼就认出了阿泰 拿起一把刀插在桌子上 赢了就能带那没走 但前提是要砍手 输了的话自行砍掉自己的手 赌局正式开始 阿泰回想起师父的话 那天师父教他如何通过对方眼睛 判断对方的心理 看到喜欢的东西瞳孔会扩张 反之会缩小 此时阿泰不看牌 只看那没的眼睛 手不停地扫过不同的牌 当他停在一张牌时 看到那没的瞳孔放大 便毫不犹豫抽出这张牌 最后阿泰赢了 接着他拿起了刀 那没已经做好准备闭上眼睛 下一秒阿泰把刀插在自己手上 小老板傻了 阿泰表示 小老板又没说赢了砍谁的手 结果小老板有点不服气 阿泰又把手上插的刀用立地往下按 给阿泰包扎 接着阿泰迅速夺走那没的卖身器 两人把纸烧了帅气地点了烟 小老板更不服气了 又说还有五十亿利息没给 这时师傅走了进来 扔下一百亿还说剩下的不用找了 待阿泰那没离开了现场 师傅告诉阿泰 小老板是赌神的孙子 师傅断掉的手 就是赌神砍掉的 劝阿泰借赌 不然只能祈祷别碰到赌神 晚上 那没和阿泰说起了往事 当时他去赌场找哥哥 结果被眼镜叔看到起了歪心思 给哥哥下套欠一屁股债 骗那没替哥哥还钱的话 就去赌场上班抵债 结果眼镜叔在他水里下药 等那没醒来已经没了清白 被迫成为了眼镜叔出老千的工具人 而哥哥没能报仇成功被抓去吃牢饭 纯爱战神得之后满眼心疼 表示会爱那没一辈子 两人兜兜转转终于在一起了 这天 两人和师傅一起开心地逛街 期待着未来的种种美好 可眼镜叔的打手打破了他们的幻想 打手扬言要带走那没 阿泰第一个不同意 让师傅和那没先走 他断后 结果一下子就被打手撂倒 那没和师傅跑到烂尾楼 结果那没也被撂倒 师傅为了救那没 抱着打手一同从楼上跳了下去 等阿泰赶到 师傅已经奄奄一息了 阿泰悲痛万分 师傅却说不要为他报仇 可阿泰厌不下这口气 为了报仇 阿泰再次找到寡妇 让他去诱惑眼镜叔 女人拨弄着她的黑丝大长腿 可面前的眼镜叔 以喜欢白丝为由 拒绝了女人 开门请女人出去 女人气急败坏地扯她裤腰带 眼镜叔以为防住了女人 殊不知女人目的并不是诱惑她 而是在她身上放追踪器 导致眼镜叔暴露了金库位置 阿泰等人来到金库 拿走了一半的钱 剩下一半则交给警察 眼镜叔一夜破产 事后阿泰给寡妇分钱 寡妇说想继续和她交流排挤 阿泰却说自己金盆洗手家有娇妻 寡妇看到了身后的纳美 占有欲作祟的她 露出了匪夷所思的神情 纳美和阿泰开着车商量去拿旅游时 眼镜叔气急败坏地开车追赶上来 随即双方在马路上互相拉扯 纳美凭借行云流水的车技 摆脱了眼镜叔 就在大家松口气的时候 眼镜叔开车横行笔直撞过来 打开后被箱拿走了钱 原本怀孕的纳美也因此流产 事后眼镜叔分了寡妇一代钱 原来在此之前 寡妇极度难美 和眼镜叔联手 事成之后又摆了眼镜叔一道 和小老板带着钱跑了 接着寡妇被小老板摆了一道 等眼镜叔醒来 发现自己被丢在了垃圾场 准备跑路的寡妇 被眼镜叔拦住了去路 小老板提着钱找到赌神 可赌神无视了钱 拿到划开行李箱 前脚刚发现了阿泰提前放的追踪器 后脚阿泰就带着出狱的发小找到赌神 此时眼镜叔也赶到现场 都是为了拿回那箱钱 赌神来了兴致 既然在他的地盘 那就通过打牌 赢的人拿钱走 很快 一群出老千高手坐到了一张桌上 眼镜叔表示为了防止出老千 大家都要坦诚相见 寡妇带了很多副牌 表示没几局要换一副牌 赌神表示谁出千被抓到就非掉手 赌局开始 所有人都只穿着贴身衣物 几局下来 眼镜叔一直处于优势 此时寡妇向阿泰暗示 注意眼镜叔的眼镜 阿泰想起了师父的话 老千的眼睛只要想看牌 就一定能看到 下一秒 果然看出牌有问题 赌神也早有察觉 直接让手下把带牌来的寡妇脱小黑屋 随后里面传来了惨叫声 接下来上了新牌 赌局继续 赌神挑衅地说了句 阿泰师父的手就是被他废掉的 当时他师父还吓尿了 听到师父被羞辱 阿泰坐不住了 心的一局轮到阿泰发牌 他开始出老千 给自己留了一张牌 赌神都看在眼里 接着阿泰让那美帮他点烟 手顺势放在了那美臀下 赌神迅速用酒杯扣住阿泰的牌 用自己的命盒全部身家 赌阿泰的牌是对食 眼镜叔也跟着赌上命盒所有钱 赌那美胖刺里有牌 此时 影帝阿泰从紧张到神情自若 挑衅赌神说 当年也是这样的招数 导致赌神把自己的手做没了 赌神摘下墨镜 才发现阿泰长得向上一戴赌神 接着阿泰掀开牌 毫无疑问 赌神输了 而眼镜叔坚持要看那美胖刺 那美不紧不慢脱下胖子 丢在赌桌上 结果里面空空如也 阿泰赢了 发小起身去拿钱 小老板拿枪拦住去路 发小反手就给他来了一枪 眼镜叔情绪激动拿斧头砍电闸 黑暗中不停响起枪声 等灯再次亮起 眼镜叔已经领盒饭了 而发小腹部也受伤 正当阿泰三人离开时 发小突然变挂 拿枪对着阿泰和那美 独自开车跑路了 几天后 电视里报道了发小死亡新闻 那美失落地抱着哥哥的骨灰 问阿泰当初那张牌藏了 阿泰却说 吃了 这时两人收到了发小死前寄来的信 根据里面的只是找到了一大袋钱 原来发小反水是为了做戏给阿鬼看 和阿泰他们划清界限 阿鬼才不会对阿泰那美下手 两人带着师父和发小的遗愿 从此金盆洗手 过上安稳的生活 劫匪在吸毒时被杀害 唯一目击证人竟是鹦鹉 鸟成了破案关键 就在半年前 一个作案团伙到珠宝店抢劫 导致四死十二伤 他们把珠宝全都洗劫一空 女店员想偷偷报警 却被一号劫匪发现 女店员腰部撞到尖角 还被一号猛踢伤口 二号看不下去 连忙阻拦 结果暴露了窃听器 二号原来是警察卧底 团伙老大汪哥无视外面警察警告 直接把二号一枪打死 汪哥主动暴露相貌 与警察交锋 结果店里一个老人家被吓到 心脏病发晕了过去 汪哥眼疾手快丢了几个烟雾弹 劫匪们混入人质里成功脱身 如今这起凶杀案死者是在吸毒的时候 被凶手一刀割喉 所有珠宝也被凶手带走了 警方推断 凶手应该是汪哥 因为在此之前 一个外卖小哥路过案发现场 他听到求救声 开门一看 发现地上是一号尸体 求救声是旁边的鹦鹉发出的 正当他要报警 就被人打晕过去 打他的人正是汪哥 而汪哥行凶应该是因为不满分赃结果 对一号痛下杀手 团伙里其余两名劫匪 应该会和一号一样的下场 可唯一目击证人鹦鹉否认了凶手是汪哥 男警呆头正在一本正经的询问鹦鹉 呆头曾在案发现场斗鹦鹉 还不小心和尸体亲密接触 上司脸都黑了 说气话让呆头给目击证鸟做笔录 没想到呆头还认真了 对鹦鹉的回答深信不疑 如果汪哥不是凶手 谁还有作案动机呢 呆头开始进行调查 发现有嫌疑的不止汪哥 牛肉店老板抢劫案发时就在现场 他的母亲因为惊吓过度 心脏病发身亡 而珠宝店的保安也有作案动机 他和女店员是夫妻 当时一号将女店员撞到尖角 还不断踹伤口 导致下半身永久瘫痪 保安想去就却被制服 但汪哥目前仍然嫌疑最大 警方无法找到他 因为他找了个警方意想不到的地方 他在一栋老旧的楼里租了间房 包租婆有弱势症 看不清他长相 其他租客都是老家伙 没有人会注意到汪哥是劫匪 可汪哥并没有杀一号 他赶到现场时 一号已经死了 珠宝也不见了 他比任何人都想抓住凶手 于是他找到了呆头 呆头见识不妙想假装没看见 结果汪哥该配合呆头演出的 他眼视而不见 直接把呆头干趴在地 但他却没杀呆头 留下一句他不是凶手便转身离开了 接着汪哥找到其余的绑匪 确认了他们没有杀害一号的动机 看到三号的老婆快要生了 可是没钱汪哥承诺一定会夺回珠宝 前脚刚离开 下一秒三号就被炸了 汪哥赶紧回去 发现三号当场死亡 呆头赶到现场时 发现汪哥正在救三号老婆 成功救下人后 汪哥再次溜了 呆头经过这件事 更加确定汪哥不是凶手 不然没理由去救人 于是他向上司反应 上司却指责他为什么不抓人 两人发生冲突 汪哥为了查出凶手 来到一间私人会所 男人一上来就狂山赴二带耳光 理由只是要看监控录像 汪哥人狠话不多 对方以为是警察赶紧认怂 还积极配合汪哥调出了监控 汪哥从视频里看到了一个可疑人物 咬定呆头的上司和爆炸案一定有关系 在这之前 汪哥悄悄潜入上司家里 意外在电脑上发现三号一家被偷拍的照片 得知上司派了线人偷偷跟踪三号 监控里的那个可疑人物就是上司的线人 呆头现在调查随身携带鹦鹉 能不能破案全靠他了 对此还找动物学家询问 从学家口中得知 鹦鹉确实有过成功破案的先例 呆头听完瞬间自信满满 立马带着鹦鹉去见案件嫌疑人 可让人头疼的是 鹦鹉嘴里只会喊天才或者白痴 而且见到嫌疑人也不会有什么反应 但就在遇到上司的时候 鹦鹉却突然一改常态 不停地喊救命 呆头察觉异常带着鹦鹉来到一旁 安抚好目击正鸟的情绪后 他重新开始向鹦鹉询问 如果凶手是汪哥 就喊白痴 如果是上司 就喊天才 汪哥只能说六 等到呆头数到三 鹦鹉回答天才 呆头瞬间冒了一身冷汗 难道真的是上司吗 他开始回忆当初那起抢劫案 安插在团伙里的卧底是上司的好兄弟 而兄弟死在了劫匪手里 如此看来 如果上司要为兄弟报仇 那确实具备作案动机 呆头考虑再三决定案中调查上司 他刚准备爬进上司家里 突然遇到了心怀不轨的劫匪四号 两人滚了下来 一番动静引起了上司警惕 见上司开门过来 呆头赶紧开始即兴表演 抓着四号 问他出现这里的目的 上司把四号按倒在地 四号无奈坦白是要去找汪哥会合 上司决定将计就计 压着四号一同前往 连同汪哥一起捉拿归案 上司拿着手枪冲进会合地点 汪哥根本不在屋里 反而是线人被绑在地上 而且被汪哥揍得眼冒惊心 上司发现 墙上贴满了汪哥收集的案件线索 而这些线索都指向了同一个人 就是上司自己 上司见状不妙准备撤离 汪哥此时闪亮登场 和上司开始正面交锋 两人互相枪击 结果上司中枪 四号赶紧趁乱逃跑 这时呆头持枪而入 拦下了汪哥 汪哥一口咬定上司就是幕后黑手 不然可以问线人 其实呆头也是这样的猜想 两人不谋而合 呆头迟一片刻 一不留神就被汪哥快速夺走手枪 呆头愣在原地 这次局势反转 汪哥放了呆头一马 开船离开现场 一头雾水的呆头返回现场后 发现刚才活蹦乱跳的 四号赶得救的线人 都领盒犯了 现场除了上司别无他人 这证实了他的猜想 上司真的是凶手 他这是杀人灭口 可呆头没有任何证据 哪能搬到位高权重的上司 呆头看到监控照片 发现汪哥说的都是真的 他必须想办法解决案件 可事情居然发生反转 就在两天后 上司死了 尸体躺在野外河边 而枪也丢了 呆头被质疑成帮凶 警局上下都咬死汪哥 就是整个案件凶手 呆头和他多次接触 每次都把他放走了 呆头只能如实相告 上司才是最符合 整个案件的凶手 好家伙 这下把全体人员惹毛了 呆头被停职 但是他依旧在调查案件 直到这天 他发现了一条新的线索 牛肉店老板居然搬了新家 看到上门拜访的呆头 顿时神色慌张 还想关门谢客 呆头随即一脚把门顶住 做死的警察被嫌疑人打晕在地 接着还被刺了一刀 就在刚才 呆头上门拜访老板关门谢客 这不是摆明了心里有鬼 屋里堆满了炸药材料 虽然呆头没有掌握证据 但是他会急性表演 问老板买那么多清新剂 药厨的味道很大吗 老板更加心虚了 接着呆头步步紧逼 老板一直催他离开 呆头无视了老板 蹲在一边快速摘掉手串 假装在老板家里捡到上司手串 老板彻底慌了 呆头继续推理 说老板炸了三号 接着把上司给杀了 老板发现自己暴露 直接拿刀砍向呆头 呆头措手不及 和老板扭打起来 不慎被打晕在地 还被刺了一刀 呆头赶紧挣脱 将老板推倒在地 不料老板装晕 突然偷袭他 又被老板砍了两刀 千军一发之际 搭档赶来击毙了老板 呆头才没领到盒饭 之后住院时 警方已经在老板家里 找到了所有案件证据 目前已经确定了 真凶就是老板 上司没有嫌疑 可事情真的就是这样了吗 出院的呆头来学家这接鹦鹉 通过学家得知 鹦鹉曾经吞了一颗蓝宝石 现在已经取出来了 呆头发现蓝宝石 和女店员的戒指是情侣款 他意识到凶手不止一个 再次找到了女店员 他拿出蓝宝石开始推理 杀死一号的凶手是女店员老公 也就是保安 并且把珠宝偷走了 没注意戒指上的蓝宝石掉了 鹦鹉在保安走后把宝石吞了 而鹦鹉有次反常喊救命的原因 他并不是看见了上司 而是保安 女店员慌了想要离开 呆头拦住了他 接着推理 所有嫌疑人都是凶手 包括上司 他们有着自己的仇恨 组成了复仇者同盟 接着利用上司的职务便利 联手完成连环命案 上司发现事情超出掌控范围 老板的炸药火力太猛 炸死了无辜路人 而且保安也不止杀人 还偷走所有的珠宝 这不是上司追求的正义 找他们对质 就在放松警惕时 遭到老板和保安袭击 他们已经和劫匪没有区别 同样只追求利益草菅人命 保安找黑市买家处理珠宝 来到野外的坟地里交易 等来的不是买家而是汪哥 原来在此之前 汪哥买通了消息 一直假扮黑市买家 等保安自己上钩 两人开始厮杀起来 汪哥没有睡过一次好觉 此时出现幻觉不慎中枪 接着幻觉越来越严重 和保安互相射击 保安脖子不慎重担倒地死亡 而汪哥也受了重伤 此时呆头赶来现场 想活捉汪哥归案 汪哥拒绝投降 抱着死的决心 假装反抗 被呆头一枪击中倒在地上 他脸上露出了笑容 终于帮兄弟报仇了 一直失眠的他现在可以睡个好觉了 死不明目的女士 被放在公园长椅上 视线竟对着一朵玫瑰花 侦探将花拔起 小心翻开泥土 瞬间被吓了一跳 里面居然埋着死者的舌头 而死者是被铅笔捅死的 这是一起连环命案 凶手作案手法花里胡哨 甚至在每个作案现场 都故意留下线索 而每个死者之间并不相关 仿佛凶手是随机作案 但真的是这样吗 在这之前 已经出现三名死者 第一位死者是个独居大叔 被凶手捅了三百刀 刀都被捅弯了 而且没有指纹 你能想象凶手是何等凶残吗 而现场有一封信 是以死者老婆视角写的 因为老公出轨 就把他杀了 然后自己也不活了 按照信的内容 警方却调查出死者是个老光棍 无庸置疑 这信是凶手用来转移视线 还没破案 第二位死者就出现了 死者是名女性 判定她是半夜回家路上被杀害 接着被凶手抛尸到桥底 下体被木棍破坏 木棍同样没有指纹 通过调查 女死者生前从事风俗行业 侦探还没搞清楚凶手作案动机 又出现了第三位死者 这次被杀的是个放高利贷的小吃老 和女死者一样是在半夜被尾随 然后被硬物砸头而死 这次凶手没有遗留凶器 而是放了一个玻璃罐 里面居然泡着小吃老的二弟 凶手是何等的嚣张 陈队认为这三起命案没有共同点 应该不是同一人所为 凶手也没法推断是男是女 侦探却不认同 三起案件凶手都没有留下指纹 死者之间也没有关联 这就形成没有作案动机表象 没有动机的话 警方就无从下手调查 这反而是三起案件的共同点 话虽然是这么说 可侦探把所有线索梳理一遍 还是猜不透 三名死者之间完全没有联系 警方这边也在缩小调查范围 锁定了几名犯罪嫌疑人 通过审讯也一无所获 因为没有关键证据 破案陷入死局 与其同时 第四名死者出现了 是一名妙龄少女 年纪轻轻就是当地最大毒贩 并且她的死法最诡异 凶手这次是在白天用铅笔把她捅死 死者眼睛还是睁开的 目光被凶手刻意摆向格格不入的玫瑰花 花下埋着少女的舌头 这次的凶器有剪刀和铅笔 凶手就像是小学生 这四起案件扑朔迷离 如果凶手真的是同一个人 那作案风格也过于大相径庭了 头大的侦探正好听到广播剧 主播一人分是三角 突然有了想法 莫非凶手是人格分裂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一切就说得通了 侦探赶紧联系陈队 还真在审讯的人里找到符合的嫌疑员 此人长期服用精神类的药 还说过要帮警察干掉坏人 侦探立马暗中观察他 正好看见此人在发病 疯子要杀人质 侦探却拿出了玩具枪营救 这波骚操作疯子看了都说牛 侦探本想刺激疯子 反向救下人质 好家伙 结果疯子不吃他这套 准备给人质来一刀 侦探赶紧说刀太顿砍不死他 枪才管用 还把枪给了疯子 疯子迟疑地丢掉刀接过枪 就在扣下班机时 侦探立刻制服了他 随即审讯 但没有证据证明 他是连环命案的凶手 只能把他送进精神病院 案件陷入僵局 就在这时 公园谋杀案居然有目击证人 可证人记忆力不好 当面指证嫌疑人时 在3号和5号之中挑户不定 但5号子阳嫌疑更大 子阳称他案发实在睡觉 家里人可以作证 可警方通过调查 他并没有和家人居住 因为他是孤儿 唯一的亲人姐姐也很久没见了 他的不在场正名不成立 侦探半夜偷偷跟踪子阳 可在半路被人袭击 一辆摩托车疯狂追着他 侦探灵活躲闪到一边 准备喊陈队支援 结果对方开摩托笔直冲了过来 还翻车了 侦探上前查看身份 居然是一个警察 他坦白是陈队的上司派他来的 上司一直反感侦探插手案件 派他来吓唬侦探让侦探支那儿退 看来侦探这边不是凶手 可陈队却真的被凶手袭击了 就在陈队回家时 一辆货车笔直冲过来把他撞飞 幸亏陈队出了名刀 没被撞死 可货车迟迟没有离开 他赶紧闭眼装死 对方没有再撵过来 陈队才得以活下来 侦探得知陈队被袭击 赶紧跑来医院 误以为这次又是上司的手笔 差点就要冲上去揍上司 上司无语了 侦探的脑子就正忙 他就算和陈队有矛盾 也不至于要了他的命吧 那个人真的是个疯子 居然敢袭击 如果侦探还要查 那么下一个死的就是他 陈队恢复神志后 同样劝侦探停手 别再深究了 命才是最重要的 侦探听到陈队描述的 凶手作案过程 拿捏住了凶手的弱点 他不能开车对陈队捕刀 因为他要把车祸 伪造成肇事逃逸的表象 不是故意杀人 回到家里的侦探 还是对案件一筹莫展 案件仿佛没有突破口 根本没法想象 凶手到底是谁 如果凶手真的是疯子 以常人的逻辑 去判断作案动机 是行不通的 侦探想起了之前 被关在精神病院的疯子 立马起身前往拜访 连着叫他几声爸爸 疯子听得舒心多了 给侦探指了条明路 疯子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要了解疯子的想法和行为 首先得把自己变成疯子 接着侦探跑到公园里 开始进入发电状态 把自己想象成人格分裂 以疯子的思想在逆向推理 男人逼迫自己人格分裂 逆向推理连环命案 凶手的作案动机 他为什么要杀人 为什么要说那些话 全部都是仇恨吗 人格分裂的凶手 真的有悲惨童年吗 孤儿童年最悲惨 无父无母 侦探赶紧翻开 写满细节的笔记 五号嫌疑人 紫阳最符合他的猜想 随即来到了紫阳的家里 发现了一堆录音带 他赶紧打开听 紫阳在叙述 某天晚上看到一个女人 紧接着女人的惨叫声 充斥着侦探耳朵 之后故事进入下一篇 又出现了男人的惨叫声 紫阳不仅把这些人都杀害 还录下了整个作案过程 以故事解说的口吻 做成广播剧 在他的世界里 他就是极恶如仇的英雄 侦探和陈队是假警察 可他为什么要持续杀人 还要录下来做广播剧呢 侦探找到了紫阳的姐姐 姐姐说已经十几年 没和弟弟相见了 得知紫阳是连环命案凶手后 姐姐坦白了紫阳的真实绅士 她其实不是紫阳姐姐 当年她爸爸出轨 妈妈和爸爸同归于尽了 导致她成了孤儿 她还年幼 却在桥下被坏人强了 不幸怀孕生下了紫阳 为了隐瞒紫阳身世 她骗紫阳说她是孤儿 还以邻家姐姐的身份陪伴她长大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发现紫阳对她的感情越来越奇怪 紫阳真的爱上了她 她谈个恋爱 紫阳就会非常暴躁 无法控制自己情绪 会出手伤人 为了及时止损 她把真实绅士告诉了紫阳 她是紫阳的妈妈 从那之后 两人再也没有相见 因为一个谎言 只是一个谎言 便毁掉了紫阳的一生 侦探听完终于明白了 紫阳的连环命案一开始 就不是随机杀人 每个死者对应着 真实绅士里的不同人物 第一个死者好色大叔 对应着他的爷爷 就是因为爷爷出轨 导致一系列悲剧发生 紫阳把自己想象成奶奶 将大叔杀害 以奶奶的视角写下那封信 第二位死者风俗女人 对应她的妈妈 她则以坏人视角 把女人拖行到桥下 用木棍破坏女人下体 代表着妈妈 曾经受过不公的对待 第三名死者放高利贷的渣男 又对应当年 强了妈妈的坏人 这次把自己想象成妈妈 把渣男二弟直接拆了下来 将对妈妈的伤害 全数还给对方 第四名死者妙龄少女 对应欺骗了紫阳的大人 因为大人爱说谎言 紫阳化身孩子 把少女舌头割掉 一切真相大白 侦探赶紧打电话告诉陈队 下一秒电话里传来 紫阳的声音 很显然陈队被紫阳抓了 侦探快速赶来紫阳家里 发现人质不仅有陈队 还有一个小孩 而且小孩同样是孤儿 在紫阳眼里 这个小孩就是他自己 他明白孤儿童年有多悲惨 他要杀死小孩 小孩就能解脱了 这样他也解脱了 在紫阳眼里 杀人是唯一的解决问题方法 因为只要人死了 所有问题都不复存在了 侦探发现紫阳想法非常极端 为了稳定他情绪 把自己对应他的妈妈 可侦探终究不是疯子 根本预判不到紫阳的下一步 陈队被紫阳一枪打死 倒在了侦探面前 而侦探手里却是玩具枪 他是个假警察 须有其表 完全处于被动 什么也做不了 心有余而力不足 被紫阳开枪打伤 紫阳看到侦探没有伤害自己 默默地按下了录音机 录下英雄要对这个世界 说的最后一句话 广播剧也引来了完结 连环命案画上了句号 紫阳永远闭上了眼 侦探也因此失去了 从小到大最好的朋友 伴随着与陈队的回忆泣不成声 孝爸挑衅耸包让他眨眼睛 下一秒 回过神的秀贤惊慌地坐在地上 孝爸慌张地捂着右眼 瞬间倒地 秀贤知道自己玩毒则 就在刚刚 孝爸不停柔捏秀贤 女同学想制止反而被打 孝爸转而欺负女同学 不停扇他耳光 懦弱的秀贤站了出来 因为这个女同学是他暗恋对象 孝爸心领神会 当众羞辱秀贤 不停抽打他 把他干趴在地 秀贤迷迷糊糊拿起笔反抗 孝爸抓着他手里的笔 从喉咙一到眼睛 疯狂挑衅他 结果秀贤还真出现了 也因此被告上法庭 他把孝爸右眼弄下 不算正当防卫 被判了三年 秀贤刚进监狱就被御霸盯上 被他手下强行拉去开黑 秀贤是个菜鸡 去了只有死路一条 这时嚣张的御霸突然收敛 因为地表最强男人迎面走来 秀贤发现了一线生机 立马去抱住李维大腿 向他求救 谁能想到高冷的李维居然出手相助 无视御霸带秀贤离开 御霸可就来气了 开始挑衅李维 两拳都没打到他 反而被一把掌扇的脑瓜嗡嗡响 接着又被一拳直接干晕过去 此刻李维是秀贤的神 第二天刻上 御霸恶狠狠地盯着秀贤 这梁子是结下了 秀贤头都大了 这时有人探监 没想到居然是孝霸 秀贤颤颤巍巍拿起电话 对孝霸道歉 孝霸随即撕下眼上的纱布 是恐怖的伤痕 他暴跳如雷 对秀贤说 等他出来 一定会让他生不如死 秀贤疯狂求原谅 因为孝霸是职业拳击手 实力相当了德 秀贤真的会生不如死的 又被欲罢威胁 他真的妈了 此时打开窗户 看到了锻炼的李维 一个想法在心里油然而生 秀贤鼓足勇气找到李维 向他道谢 李维说完不客气继续晨跑 留下秀贤独自尴尬 第二天 秀贤拿着牛奶来抱大腿 李维无视了他 这天夜里 秀贤彻夜难眠 满脑子笑爸对他说得狠话 于是次日一早又去找李维 李维头都大了 无视秀贤开始晨跑 没想到秀贤居然跟了上来 李维忍无可忍了 对他说别再缠着我了 爱我没结果 也不要再送礼物了 秀贤说你误会了 我是来拜师的 李维以为秀贤是为了杀人 不再理会转身跑开 秀贤还是不死心 边跟在后面跑边哭诉 曾经的自己只会逃避 因为不想挨揍 不想丧命 他只知道低头服从 可是自己明明没有做错什么 他不想再这样活下去了 他不想再逃避了 李维终于停了下来 若有所思地看着他 跟他说只要四十分钟内 跑完一百圈 就答应收他为徒 秀贤看着操场傻眼了 跑完一百圈 他腿还在吗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李维已经划了七点跑了起来 一下子就跑了两圈 而秀贤连一圈都没跑完 他不停追随着李维的背影 男人只要一秒钟内 绕地球跑一百圈 他就可以拜师成功了 而他这么做 只是想在监狱中生存下去 跟李维学打架 他才能过上平凡的生活 如今的他连平凡的资格都没有 而他对李维如此执着 是因为李维是格斗世界冠军 曾经女朋友被残忍杀害 徒手打死了一百六十八个状态 防卫过当导致入狱 李维看秀贤如此执着 便让他四十分钟里跑完一百圈 接着滑七点 很快就把秀贤甩在身后 秀贤咬牙坚持 三十圈 他开始气喘吁吁 五十圈 开始亮亮呛呛 回想起曾被校园暴力找老师帮忙 结果老师偏袒施暴者 事后又被校爸疯狂踹肚子 七十圈 他开始浑身贪软 感觉腿不是自己的 李维让他放弃 他回想起在班上 被校爸欺负到尿裤子 全班在嘲笑 头被按在尿里 还被要求舔 秀贤止不住呕吐 体力不知躺在地上 想起自杀时又没有勇气 倒在沙地上痛哭 接着亮呛地爬起来 他怒吼 回想到校爸的脸 他边崩溃边奔跑 一百圈 此时的他全靠意识行动 身体已经抵达极限 李维看不下去了 冲上来一把拦下了他 也被他的任性打动 监狱长和李维喝茶 感谢他的到来 监狱里安分了不少 李维借机向监狱长提要求 让秀贤成为他的室友 秀贤还没吃完饭 就被催着收拾行李班房 当秀贤来到新宿舍后 行李都没放 就被李维要求马上做俯卧撑 结果秀贤机无力 做得跟条蛇一样 李维都看傻眼了 引体向上更不用说了 不仅一个没做成 手还疼得要命 李维气得头疼 定了最低要求 一天增加一个引体向上 现在开始 秀贤想休息 李维让他闭嘴 不断指导他完成引体向上 随着秀贤面部逐渐猙獰 他终于艰难地完成一个 之后的每天 秀贤训练俯卧撑 李维一点点扣他的动作 训练拳击 结果是喵喵拳 气得李维直接给他一拳 吃饭时 疯狂给秀贤盛饭 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 秀贤不停地训练 训练 再训练 抗揍 抗揍 再抗揍 身上也有了肌肉 引体向上已经不再画下 力气也变大 把皮带都拉断了 也越来越抗揍了 夜晚 孝爸徒手干倒了两名混混 这一幕正好被黑帮老大看见 孝爸身手敏捷 很合老大心意 邀请孝爸当他小弟 孝爸嚣张至极 老大堵他三秒内 可以扇到孝爸大嘴巴子 要是没打到就帮他治眼睛 结果第二秒就被打趴在地 孝爸立马就服了 就在这天 朋友被狱爸的小弟欺负 孝贤赶了过来 三两下把对方干倒了 他自己还没反应过来 小弟跑去找孝爸告状 孝贤好生好气和孝爸理论 孝爸上来就给了他一拳 嚣张的又想来一拳 孝贤本能闪躲 反手还了一巴掌 孝爸彻底被激怒 疯狂向孝贤挥拳 孝贤不断躲闪 不慎被孝爸举起摔在地上 接着孝贤开始反击 可是孝爸太肉了 不管怎么打都在刮杀 孝贤对着头来个飞踢 被孝爸抓住了腿打倒在地 孝爸也流了鼻血 两人接着扭打起来 互相比拼抗揍 孝贤被一拳打到头倒在地上 脑瓜子嗡嗡的 但他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任性 再一次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瘦小的男人不停投锤 将壮汉干晕 接着疯狂给对方拳头 壮汉居然无力反抗 直到李维出现制止了孝贤 孝贤才保下了狗命 而孝爸成功加入黑帮 伸手也飞速成长 地位仅次于老大 还敢调侃李维了 犯后 师徒二人进行了一次 男人之间的较量 李维比往常更加严格 而秀贤终于和李维实力相当 李维很是欣慰 对他说了很多话 原来李维要走了 以后没人能照着秀贤了 但是他现在已经可以独当一面 李维就不用担心了 对秀贤说 鲨鱼如果没有鱼镖 只要一停下来就会死掉 必须时刻游动 而秀贤便是没有鱼镖的鲨鱼 不要停止 秀贤满眼不舍的目送李维离开 忍不住哭了出来 李维一走 欲罢兄弟二霸就找上了秀贤 二霸现在是监狱里最快的男人 他要和秀贤五天后单挑 如果秀贤赢了 整个监狱秀贤说了算 秀贤同意了 只要他赢了 整个监狱要过上和平的生活 二霸接着送了个见面 混得风生水起的笑霸 得知秀贤成长了许多 再次找到秀贤 秀贤也不再畏惧他 主动拿起电话 跟他说叫 气得笑霸把电话砸在桌上 秀贤回到监狱 和二霸单挑 二霸一上来就一记飞踢 他的腿相当了得 还能飞檐走壁 非常猛地不断进击 秀贤也非常抗走 被打倒了 就立马站起来 又被打倒 还是坚持站起来 接着两人难解难分打了一年 秀贤不停地勒住二霸脖子 二霸只能投降 结果因为打架 秀贤被关进了禁闭室 即便如此 秀贤一刻也没有停止训练 出来后 整个监狱真的变和平了 还和玉霸二霸成为了朋友 秀贤终于过上了平凡的生活 终于在这天 秀贤到了出狱的日子 最后一次来到和李维训练的地方 回想起和李维的美好时光 他对生活的希望是李维给的 秀贤刚出来 笑霸就从车上下来了 他等了秀贤三年 是时候做个了断了 两人无需多言 纷纷进入战斗状态 笑霸为了复仇 秀贤为了平凡地活着 可一开始 秀贤就处于劣势 不停挨揍 无法反击 被打得措手不及 难道三年的努力在笑霸面前 全都是泡沫吗 一次又一次被打倒在地 连已经没有一处完好的地方 他回想秀里维的话 不要停止 秀贤凭借惊人的任性 再一次站了起来 他不服 明明错的不是他 为什么要承受这一切 他不会再逃兵了 想起了李维教他的出拳招式 不是为了击倒使用 而是为了破皮出血 他用力地击打笑霸左眼 导致笑霸失力模糊 根本打不准秀贤 秀贤也不躲闪 两人开始互相打脸 一个是脆皮 一个是纯肉 笑霸渐渐抗不住了 最后秀贤使出浑身力气挥出一拳 笑霸怂了 秀贤一松手 笑霸就瘫倒在地 最后 这个从菜鸡蜕变成战士的男人 走向了诗和远方 警方在森林里发现一具白骨 死者死亡时间久远 身上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东西 只能等待进一步尸检 如果不是接到匿名报警 对方在遛狗室发现了白骨 这具白骨依旧会埋藏在地下无人问津 第二天 警方又接到一位遛狗市民报警 对方说明天会有人抢银行 准确报出了地点人数以及领头人 领头人是警方一直通缉的大宝 说完便挂了电话 出于大宝牵涉诸多刑事案件 警方安对抱着事实的心态去蹲点 结果大宝还真来了 只要大宝他们进银行 警方就会理应外合捉拿归案 就在大宝准备进去时 他突然接到那位遛狗市民电话 对方让他迅速撤离 有警察大宝赶紧回头观察 果真发现异常 迅速开车逃离 接着市民给了他详细的逃跑路线 安对赶紧去追 结果跟丢了 安对无奈只能继续调查那具白骨 通过法医叙述 死者是名女性 18年前死的 颅骨受损 颧骨粉碎 胸骨以及肋骨多处骨折 推断生前是被活活打死 接着双手被反绑埋在了地下 安对立刻着手翻找18年前的档案 初步确认死者叫素梅 并将目标瞄准素梅未婚夫 23年前 有人看到未婚夫拿刀说要杀了素梅 后来素梅就真的消失了 安对和搭档找到了睡觉的未婚夫 可怎么喊也喊不行 因为你无法叫醒装睡的人 安对只能到一旁泡面 搭档留在床边等未婚夫醒来 未婚夫趁机拿起酒瓶 接着安对听到枪声 就看见未婚夫逃跑了 安对一口面没吃上就赶紧追了上去 未婚夫赶紧开车逃跑 结果在路上和遛狗市民发生车祸 安对和搭档上前查看市民情况 并送往医院 等到市民醒来 安对直接一顿输出 面熟啊 我是不是见过你 是不是洗过毒 我是不是逮过你 搭档看不下去了 人家见义勇为 你搞这做什么 结果这个市民骗搭档要上厕所 转身躲进一间办公室里 安对找医生了解市民情况 得知他叫陈浩 被称为神 但很早以前大脑严重受损 导致脑功能局部坏死 而且在不断恶化 这时陈浩操作起了电脑 就在医生要查陈浩个人资料时 他的电脑被黑了 安对开始对陈浩起了疑心 搭档这时前来告知 陈浩不见了 陈浩回到家里 此时门被敲响 开门就被大宝手下拿枪抵着 陈浩和大宝谈合作 大宝一开始看不起他 直到看见陈浩满屋子的设备 立马抱大腿 殊不知入了陈浩圈套 安对抓着未婚夫来到案发现场 可未婚夫并不是凶手 安对只能试图从素梅物品里 寻找蛛丝马迹 终于发现了碎纸 他把这些碎纸一点点拼起来 是音乐家演出新闻 就在此时 陈浩设计让安对注意到 废弃的福利学校 安对意识到陈浩在计划着什么 白骨只是鱼饵 而安对则是咬钩的鱼 一个巨大的谜团等着他解开 安对带着疑惑 来到学校翻看各种档案 找到了陈浩和素梅女儿的资料 还发现了大宝也是这学校的 素梅女儿和大宝的坠楼事件 引起了他的注意 莫非陈浩的计划和素梅女儿有关 就在和搭档通话时 陈浩黑了安对电话 和他说 天门马头又好戏上演 你不来看看吗 男人撕烂妻子的衣服 把他推倒在地 老婆想要逃跑 然后脱下裤子 不停去撞着老婆 表面温文尔雅的音乐家 背地里却是暴力的人渣 18年前的夜晚 素梅在郊外等车 音乐家以搭便车的借口 把素梅拉到了野地里 暴力殴打他 并抢了他 六年后 素梅根据音乐家演出报纸 找到了他 当初不幸怀孕生下了女儿素希 如今素希生病 她实在没钱 只能向音乐家要钱 音乐家生气地给了五块钱 还说她是敲诈勒索 转身离开 刚走两步又停了下来 为了防止素梅继续找她要钱 她活活把素梅打死 而素希正好看见这一幕 音乐家把她抓住 和素梅一起埋在地下 当她看到女儿还在动的手指 她心软了 把女儿送到了一所福利学校门口 这天 她在指挥乐团奏乐 发现乐团来的新人 正是素希 可音乐家没有认出来 还对她起了色心 回家路上 老婆说她发烧了 下一秒 提示音响起 音乐家立马拿过手机 看到素希要加她 她秒同意 老婆已经见怪不怪了 没有追究 第二天 音乐家单独培训素希 眼睛在她身上游荡 注意到她耳后的罗马数字 但没多想 手把手叫素希拉琴 还不忘开游 素希呼吸紧促 但她必须忍受 她要和陈浩联手扳倒音乐家 陈浩教她伪装身份 并且两人不能再见面 因为这是危险的游戏 素希说如果输了怎么办 陈浩说那就重来 可是哪有机会重来 这是拿命完啊 两人在地铁上被贴背 他们相爱却不能相见 只能紧紧地牵着手 十年前 陈浩为了替素希出头 被大宝打得大脑严重受损 素希心痛地看着倒地的陈浩 做了决定 晚上把大宝约来了水塔 素希对大宝说 陈浩要吃一辈子药 接着一脚踢掉栏杆 愤怒地说 你也要吃一辈子的药 抓着大宝一起跳了下去 音乐家正在吃饭 看到素希约她 立马就不吃 和老婆说去帮新人排练 准备起身离开 老婆失望透顶 每次来新人她就去偷吃 音乐家直接暴怒 把碗掀掉 痛骂老婆没完没了 她真受够了 老婆心如死灰起身离开 穿衣准备外出 结果被音乐家推在镜子上 接着老婆想离开 又被推合山耳光 还被掐脖子 衣服被撕烂 音乐家不停宣示 她的家庭地位 老婆不准忤逆 不准反抗 只能绝对服从 事后 音乐家来到码头 却没发现素希 被放鸽子的她 直接暴跳如雷 第二天 老婆被绑架 可对方没有伤她 直接离开了 安队把她带到警局里 询问案发经过 还贴心地给她披上外套 音乐家赶来后 装作一副贴心的样子 把安队外套掀掉 然后把自己衣服给老婆 还要强行拉她走 安队立刻制止了她 人家在配合调查 你先出去 音乐家依旧要强行带老婆走 直接发起脾气 暴力拉老婆 安队和搭档联手制服了她 结果她还要踹老婆 大喊警察打人了 安队忍无可忍破她咖啡 直接把她轰了出去 压迫已久的老婆 忍不住哭了出来 第二天 素希把音乐家约到船上 就在音乐家贪婪地 闻着她体相识 素希表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舔狗苦追女孩十年 被放八十次鸽子 可她依旧不愿放弃 今天女孩终于答应了她 她看到素希正在打扮 露出一副胜券在握的姿态 倒杯红酒庆祝这个时刻 摸素希的肩膀 还碰她耳后的罗马数字 问她这是什么 素希说七百二十一 音乐家不以为然 贪婪地闻着她的体相 素希说七月二十一日 你杀死素梅的日子 音乐家还是没反应过来 她又说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你在郊外杀死了素梅 音乐家终于醒悟 认出素希是自己女儿 称从不后悔伤害素梅 还让素希做选择 要么做她乖女儿 要么把她埋回去 还说没人能证明她杀了人 给素希来的叶尔光转身离去 可音乐家又走两步停了下来 眼神凶狠 她决定返回去杀人灭口 拿起一把斧头 疯狂砸开传板 等音乐家下来后 里面的人却是陈昊 陈昊说 这个骗局是她策划的 完成这个骗局只需要一个条件 那就是欲望 而音乐家的欲望 就是自取灭亡 音乐家拿起斧头去砍陈昊 两人扭打起来 这时大宝拿着枪走了进来 让音乐家把钱交出来 在此之前 陈昊给爱抢银行的大宝洗脑 说现在流行洗钱 带她来到码头 还说那个音乐家是洗钱的 而且船里都是钱 听到钱 大宝就来劲了 音乐家感觉大宝莫名其妙 下一秒 大宝就给她来了一枪 安队听到枪声 立刻赶到现场 大宝猛圈了 还没意识到自己被骗 安队指着陈昊 这是你高中同学你认不出来吗 十年前用铁锹把她打成重伤 当天晚上 被素系片上水塔掉了下去 摔成重伤医院里躺了半年 听到这 大宝终于恍然大悟 陈昊是来报仇的 准备拿枪动手 被安队迅速开枪打倒了 而音乐家已经悄悄逃了出来 陈昊立马抓住了她 两人再次扭打起来 陈昊像是八爪鱼 甩都甩不掉 原来她放了摄像头 把音乐家的一言一行都录下来了 这就是证据 安队与此同时 和大宝打了起来 被大宝连同几刀 安队赶紧开枪把她击杀 陈昊因为病情加重 不敌音乐家 被打成重伤 安队捂着伤口赶来 拿了块木板和音乐家对质 接着把她打趴在地 等安队找到陈昊时 陈昊已经快断气了 让安队带素系走 可安队猛了 十年前素系就已经死了呀 她想起医生说的话 陈昊大脑严重损伤 有时会分不清现实和想象 原来现在的素系是陈昊的想象 而一直和音乐家联系的 其实是陈昊 也是她在船舱里揭发了音乐家 这时陈昊恢复清醒 让安队赶紧走 她早就在船上放了炸弹 安队前脚抓着音乐家跳进水里 下一秒船就爆炸了 事后 安队收到了陈昊寄给她的信 她承认一切是她做的 她找安队的原因 是因为十年前 素系和陈昊到警局报案 可素新年纪太小 讲不清楚母亲被杀过成和凶手信息 刚入职不久的安队便草草结案 如今她把所有线索都给了安队 希望安队可以重新结案